每个时期都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期确实遇到的是费用的问题 那个时代因为产业还没有形成 没有市场拍电影工们没有回收的可能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困难主要是有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别的困难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技术门槛 你作为一个导演必须要玩的交片等等问题 现在其实技术门槛将很低 大家都可以买一台5D什么都可以做 甚至手机的情细度也越来越高 也可以只够影响产品 但是问题就是变成了管道渠道信息的多样化 那么其实作选择 对于导演来说 作选择和认清自己的定位是最有困难的 我经常会提问 就是说帮助导演寻找到他为什么做这个电影 和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导演 把这个定位挺清楚的 我觉得就容易了 既不要像过去一件给饿死了 也不要过分的拔瞄助长 我觉得如果说从资金和导演的项目态度之间是这个 另外新导演切忌计会操之过急 就是一定心态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不能过分浮躁 再对待每一部作品还是要非常谨慎的 都视为自己最重要和甚至像面对最后一部作品 我觉得才是正确的 观众有很多很多种 观众从来就是有不同的需要的 甚至一个人本身也是有不同层面的需要 所以所谓的去你和观众非常难做到 就是所以呢就是 当然你可以谈一些最有共性的话题 对吧 比如我们可以谈一些最基础的最有共性的话题 就是人类确实有 但是问题是 当你谈这个问题比较个体化的时候呢 你其实完全可以 但是你要尊重人的真实感受 因为你自己也是观众 就放得走自己也是观众 我相信观众是会 或者说你需要的 针对的观众是会接受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